硝酸案是一种白色无味的盐 通常被用作制作氮肥的基础材料 农民会大量购买这种物质 但是它们不是易燃产品 只是氧化剂 这意味着要把它们点燃 需要另一种物质 罗德岛大学化学教授吉米·奥克斯利 告诉媒体记者 这种物质燃烧起来非常困难 引爆它并不容易 只有在不相容物质 或强热源的污染下才可能发生爆炸 因此要储存硝酸案 就必须把它与易燃液体 比如汽油或机油隔离 贝鲁特的爆炸事件 并不是硝酸案第一次造成意外和悲剧 最先发生的事故之一 是1921年在德国奥珀的一家巴斯夫工厂 造成561人死亡 曾经在法国图鲁兹南郊的 一座化工厂的机库中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 大约300吨硝酸案突然爆炸 80公里外都能够听到爆炸声 这起事故造成31人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